動漫 我要聽 主持人 永博 and 電波裡 發財 自盡 會 家裡 姐姐 I'm a dreamer Hallelujah 歡迎收聽動漫我要聽 六月份的電波點唱機 又有哪些聽眾 要跟我們分享你的心情呢 畫漫畫也能很熱血 達人上菜 一起來聽聽熱血漫畫家 曾建華老師的今夜分享吧 電波點點 歡迎來到這個月的電波點唱機 大家好 我是永博 一曲帥真的熱情 可以點燃暗夜中的孤寂 安安 我是卡魯 隱藏著動漫能量的聽眾啊 你的主人小薇拜託你快來點播 哈囉 我是小薇 讓我們為你朗讀 為你播放吧 哈囉 我是嘎嘎 這個月第一位被抽中的聽眾朋友 算是點唱機的常客喔 他就是其實也還好啦 他想要點播的歌曲是來自動畫 偶像時間星光樂園中的劇中插曲 Gear Galactic Tydrope 而且其實也還好啦 他想要請Melon來讀他的點播理由喔 好 馬上來召喚Melon進來吧 哈囉 我是Melon 謝謝其實也還好啦的指名 我們來聽聽他的點播理由 他說 其實我當初追這部動畫 大概知道一百集左右就氣坑了 即使我知道後來 啦啦他們變成神機偶像之後 又出了新的故事 我還是沒有特別想追 但最近寫數學的時候 也不知道要聽什麼歌 忽然就想到了這個系列 想說來聽聽Idle Time偶像時間的歌好了 結果就找到了這首歌 我一開始有點意外 心想 哇 原來星光樂園還有出男子組合喔 然後點進去聽 超 超棒 真的很好聽 覺得他們的五根歌曲都很帥 歌詞很聊 雖然他們看起來都只是國中生而已 但 有什麼關係呢 反正我本來就是正太空啊 我愛WIF 正午是我的 如果不講這是聽眾投稿 我應該會真的以為是Melan寫的 我也差點以為是我寫的 真的 根本是本色演出毫不做作啊 只有Melan才可以駕馭這種投稿內容吧 謝謝Melan 你寫的這些內容應該要由誰來唸 很專業喔 很專業喔 但是我不禁懷疑 會不會這一次是Melan假冒 假冒其實啊 的名字來 不可取 不可取喔 好啦 但是也很有可能是其實也還好啦 自己編的啦 其實也還好啦 其實也還好啦 馬上來聽聽這一首動畫 偶像時間星光樂園的劇中插曲 由劇中的偶像男子團體WITH 所演唱的Gera Galactic Taitrope 非常謝謝其實也還好啦的點播 接著要播哪一位聽眾朋友的歌曲呢 接下來是來自聽眾 《愛動漫的大孩子》的點播 她想要點播的歌曲是 《守護甜心》當中的角色歌曲 由水樹奈奈所演唱的 《太陽が似合うよ》 喔 是奈奈耶 好險店舖裡的奈奈處不在 不然場面可能又要失控了 其中一位才剛離開 還要再照顧 不不不 好像不用啦 不用 好啦 我們就來看看這位 《愛動漫的大孩子》的點播理由吧 她說 一直很喜歡這首歌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一聽到這首歌 就會覺得心情特別好 這首歌總能帶給我滿滿的正能量 希望也能帶給李明們 還有正在收聽這個節目的聽眾們正能量喔 非常謝謝你的推薦 我看除了點播理由之外 她還在備注欄跟我們分享了她的心情呢 她說啊 身邊的人總是覺得 我都已經這麼大了 為什麼還在看動漫 不知道為什麼 動漫對我就是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 而且我喜歡的通常都是一些 年紀小的女孩子們比較會喜歡的類型 像是魔法少女那類的 所以總是給人很幼稚的感覺 一點都不幼稚 身為電播理魔法少女系的愛好者之一 我要替你打抱不平 那些充滿魔法還有希望的正向劇情 才真正可以帶給我們動力啊 工作煩慢或是沮喪的時候 心情都會開朗起來啊 而且動漫本來就不分年齡的 沒錯 她還繼續說到啊 一直覺得我這個年紀的大人 應該沒人能懂我 但在動漫我要聽這個節目中 我終於找到跟我志同道合的李明們了 覺得真開心 所以今天我想要點播這首 已經脫離小孩年紀的我 那個時候看的動漫裡面的歌曲 送給喜歡動漫的大孩子們 放心 我想我們電播裡不管幾歲 都還是會走在窄窄這條道路上的 看看我們這位大家長 你說小薇啊 為什麼是我 所以咯 喜歡動漫這件事情 本身就不是什麼不對的事啊 對不對 不論年齡 持續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 才是最棒的喔 好馬上就來欣賞這首歌曲 接下來這位聽友的名字 非常的有趣 他叫做 我的暱稱有八個字 你怎麼知道他是男的 搞不好是迪利熱巴 迪利穆拉提啊 等一下 算一下不是九個字嗎 迪卡屁啦啦 迪卡屁啦啦 好難喔 太多了 你們聽出來了 好啦好啦 我的暱稱有八個字 這位朋友 他要點播的歌曲是來自動畫 名字也很長喔 好長喔 有十四個字 這搞得誰寫的 對 這個 這個 叫做 京都四丁三條商店街的福爾摩斯 喔 他要點這部動畫的片頭曲 沒錯 歌名叫做 演唱的是女子偶像團體AOP 寫作ATM的A 應員的那個印然後CP的P 八個字他說 第一次聽到AOP這個團體的歌曲 就是因為這部作品的片頭曲 之後我把他們的歌都找來聽 發現他們的歌都好可愛喔 尤其是幫動畫阿松小松先生 唱的片頭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阿松比較搞怪啦 所以他們這首歌的舞蹈動作 也跟其他偶像團體不一樣 給人很不同的感覺喔 啊 那我知道 裡面有很多搞笑逗趣的動作嘛 一般常見的偶像舞蹈 通常都是比較淑女或是可愛的風格 他們雖然也都是可愛的妹子 不過好像一點都不怕半醜耶 應該就是因為他們這麼活潑自然 才會讓我的逆程有八個字 這麼樣的欣賞 他也在點播理由中寫到 超喜歡他們的 所以想在這邊推薦 嗯 看來八個字也一直在關注他們喔 他在備註欄寫道 雖然現在的八個團員也很不錯 但還是喜歡他們六人的時期 現在除了橘色和粉紅色 其他成員都大換血了 加上好像比較少人知道他們 維基百科都沒有中文版的 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希望有其他也喜歡AOP的人來告訴我啊 嗯 我們看到八個字的點播 特別去研究了一下喔 原來AOP是日經娛樂跟東京電視台旗下的頻道 動畫劇場X合作的企劃 招募喜歡動畫的女孩 經過徵選在2012年成團的 他們各個時期的成員 有的因為生涯規劃或是健康關係 先後離開團體 不過也陸續有心血透過徵選加入喔 嗯 而且部分前團員其實還有持續表演 也有人後來專心的在進行聲優工作 所以你在網路上查一下 說不定還可以看到他們的消息喔 雖然八個字可能覺得 他們某段時期的組合是最美好的回憶 不過我覺得這個團體 透過集結喜歡動漫的女孩 讓大家結合興趣發揮特長 在舞台上面發光發熱 真的很有意思 而且也很有態度 接著就來欣賞他們的歌聲 來自AOP的《恋に咲く謎》 《恋に咲く謎》 剛才聽到的歌曲是 《恋に咲く謎》 《恋に咲く謎》 非常謝謝 我的暱稱有八個字的點播 進入下一位聽眾的點播之前 先請接棒的李民們出個聲吧 嗨嗨 是我 我回來了 行動不如行動 快快點播 讓我們為你大聲告白吧 大家晚安 我是Melon 在無盡的黑夜裡 讓歌曲傳達你的心情吧 大家安安 我是楊子 接下來被把眾的這位聽眾朋友叫做 我想當石油王 她想要點播的歌曲 是動漫音樂雙人組Angela的《權力Summer》 從我想當石油王這個暱稱 大概可以猜到 這位聽眾朋友很想賺大錢 對不對 我想這應該也是很多人的願望吧 像我就是啊 沒錯 我完全懂 超懂 我想當石油王說 3月我去看了Angela的演唱會 超然 當天聽到好多首我喜歡的歌 像是超經典的香格里拉 騎士行進曲 真的好開心 尤其是這首《權力Summer》超級high Atsuko跟Kats的互動根本就是在講相聲 超好笑 希望他們以後還可以來台灣開演唱會 我一定去 感覺我想當石油王玩得很滿足耶 不過她在備註欄裡提了一個問題 好像跟她的暱稱有關喔 她說最近越來越多日本動漫歌手或聲優來台灣舉辦活動 對於無法常常出國的社會人士來說 簡直是心靈綠洲 坦白說我喜歡的動漫歌手跟聲優實在太多了 我不想錯過任何一場演出 但是如果每一場活動都去 我的荷包會承受不住 擺脫電玻璃李明們告訴我 我該怎麼辦QAQ 我知道我該點名誰來回答這個問題喔 我們電玻璃最會敗家 最愛跑活動 卻有選擇障礙的李明 她就是Melan 好Melan由你來幫 我想當石油王解惑吧 哼答案非常簡單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好爛的答案 我錯了 我不該Cue你的 還是由我來好了 好啦認真說 畢竟喜歡的歌手或者是聲優來台灣舉辦活動 是很難得的機會嘛 永波認為只要負擔得起 多多參加活動 轉換一下心情也不錯 但是 但是很重要喔 如果摳摳有限 就一定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做一些取捨才對喔 好 非常謝謝 謝謝我想當石油王的點播 一起來欣賞歌曲吧 請聽單純女孩的主題曲 Angela的權力Summer 對 接下來 今年就滿10周年了 之前爆出公司 Escar解散 真的把我笑了好大一跳 還好後來有公司願意接手Honeybee 才能讓我們看到10周年企劃 QQ 我相信Story Sky 應該是很多少女的共同回憶吧 那時候我國三剛考完試 就被同學推坑完了這款遊戲 結果整個暑假都泡在Story Sky當中 12個男人的溫柔上 多多綠半堂維冰還說 當時還是國高中生的我 最喜歡的就是春祖了 因為是第一次接觸乙女遊戲吧 這種甜到爆炸的劇情 我完全無法抵抗 但是過了幾年又把四款遊戲 外加After 玩過一次 我最喜歡的變成秋祖 秋祖的三個男主角都是老師 會跟女主角談一場苦澀的失聲戀 而且老師們的故事也都讓人超難過的 我看了真的好心疼 所以決定這次要來點播秋祖的主題曲 多多綠半堂維冰 身為鮮奶茶愛好者的我 雖然喜歡下組 但我完全懂你啊 好了啦 就是說沒有人在意你喜歡什麼飲料 不過我們在座的兩位李明 也都跟你一樣 曾經沉淪在Story Sky的溫柔箱裡面 沒錯 而且剛剛有一個人好像 已經自爆自己最喜歡哪一組了齁 沒錯 Story Sky有分四款 分別是春夏秋冬 每一組都有其不同的風格 像我最喜歡的就是 有濃厚青春風格的夏組 社團比賽合宿什麼的 這種如夏天般耀眼的青春 都讓我超嚮往的 但是你都沒有經歷過啊 對我什麼都沒有 蔓延社不需要什麼合宿啊 而且我又念女校啊 也沒有帥學長跟帥學弟 都沒有 不過我最喜歡的就是春祖了 好啦 其實一來是因為我只有玩春祖 二來是因為青梅竹馬什麼的太讚了 因為我也沒有青梅竹馬 雖然說現實生活這種青梅竹馬 真的有點少啊 真的 但是畢竟是遊戲嘛 這種跟春天一樣甜甜的愛情 讓本少女真的是心跳加速 可怕 好的好的 看來多多綠半堂圍兵 讓兩位少女 開始回味這款經典遊戲了 不過據永博所知啊 Story Sky這款遊戲 今年也要舞台化了 對 好 你們不要太激動 沒有很冷靜 所以又可以在2.5次元 看到你們的腦弓呢 應該要很開心對不對 真的 尤其飾演喜也的啊 是我超喜歡的演員 我真的超快樂的 喜也我老公 楊子走開 誰理你啦 好啦好啦你們要吵到錄音室外面去吵 我們馬上就來欣賞這首 Story Sky in Autumn的主題曲 Life's Truth and Our Destiny